佛光照大帝发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佛光原美术馆遍布世界各地 而为了在管理上有所共事 日前是透过了线上讲习的方式 邀请27个海内外的分馆 有超过200人上线来参加 同时也公布今年 图众连展的得奖作品 进行颁奖典礼 图众作品连展颁奖典礼 典礼开始 佛光山2021图众作品连展 共分成五大项目 分别是绘画 书法金石 摄影影音 以及立体类 每一类别个别选出 佛光奖 菩提奖 及波折奖 日前在图众奖席会期间 举办颁奖典礼 澳洲南天寺获立体类佛光奖 透过视讯授奖 我们图众的作品 连展的这个奖项 这个奖项呢 已经有持续了好几年 那么相信呢 大家呢 在整个作品创作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我觉得这个作品连展可以开花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潜能 多样化的创作内容 看到佛光山法师出色的才艺 这些作品后续将巡回世界各地的佛光园美术馆展出 而疫情期间 佛光园美术馆2021世界管理奖席会 以视讯方式举行 今年主题 一文红化新气象 27个海内外分馆 线上共同参与 包括纽澳总主持 曼可法师等十位住持馆长 也陆续发表他们的美术馆管理经验 那我想今天的海内外呢 有将近27个分馆 将近200多个人在线上 以及线下 那这一次的讲席会呢 非常短 我们只到下午的台湾时间 下午3点 我们所有的佛光园美术馆呢 都在到场里 所以怎么样把道场的现代化 道场的人间性 道场的生活化 以及呢 道场的艺文化 能够发挥 我想是佛光园呢 有别于所有的寺庙的一个部分 总馆长如常法师说明 如何将佛教与艺文融合 创造出红法的新思维 希望大家呢 就是再接再厉 我们用文化艺术 来创造奇迹 全程五小时的线上讲席会 各馆分享世界各地 佛光园美术馆的管理经验 以及如何融入当地文化 来获得民众喜爱 最后由满可法师送上祝福 众人接着大合唱 佛光山之歌 在歌声中互道珍重 圆满这次全球性的线上讲席 人经卫视高雄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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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宝费